哈喽大家好,我是紫瑞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们家的大胖丢了 刚收养了三天 他就溜走了 昨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 我们下楼三个人都要出去 可能开门的时候 又拿口罩拿什么东西 门没有机室的关 就那样 他就溜走了 我们感觉都没 就感觉到很小心 那怎么就溜走了呢 他是一个黑猫 晚上黑天也看不清 反正不知道什么 反正就溜走了 现在彻底的就找不到了 所以呢 这个大胖呢 可能我们估算一下 可能是 他还是有家有口的吧 可能回到他以前的家去了 也可能是小乖老欺负他 他在这里感觉都比较紧张 可能过得不舒服 这个逮控 门一开就溜走了 如果他真的是有家有口的话 他回到他以前的主人那里呢 我也觉得挺开心的 那他终于又回家了 他只要过得开心健康就OK 但是呢 刚养了三天 刚刚建立了一点感情 别人都说这个大胖长得胖乎乎的 很像我 就养那么三天就走了 看来上辈子我们是有三天之缘 所以这辈子把缘分还完了 三天到了 他就该离开我了 不过小爱昨天晚上都哭了 说没有再过好呢 哎呀 刚刚建立点感情就走了 你走的时候你也给我打个招呼 我给你带点猫粮 给你带点热鱼干 给你带点那个什么吃的你再走啊 我说如果他要走的时候 给你打个招呼 你还不知道摁住别人 不让别人走了 他哭了大半夜 完了之后还从一楼一下找到十五楼 我们这个楼有十五层 一层一层找一层一层找 一直找到那个十五楼 没找到 彻底的 彻底的这个猫就溜走了 所以今天也给大家 也说一下这个情况 会报一下这个情况 这些爱猫人士 你们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 我们家还有可爱的小白猫 小乖 你看这个小乖现在很老实了 你看终于安心了 那沙发躺着了 你看终于安心了 这大胖一走 没有人给他争宠了 他自己也就放心了 哎呀 睡得糊糊的 吃饭也吃香了 我们家还有一个球兽 不是也挺好吗 我们家还有一个小暖男 小可乐也挺好的 大家也可以关注他们 哎 不过心里边还是 有一点点那么不好受的 在院子里 宝宝都来见了他 在院子里是吧 希望能见到他啊 不过今天还有一个 网友给我说 那个他家养的那个美短 就给我那个大胖长得很像 他说他家的猫 他因为他家在一楼住 他这猫也是就是白天在家里睡觉 晚上出去装饿 那种 所以他说我我受了那个大胖 有可能是有家有口的 他就给我再 还还加了我微信 给我聊 我说那个大胖已经自己溜走了 聊了一下 其实在 昨天 有北京门灯公的一个大爷 也加了我微信 他说他家的那个大猎猫丢了 他说给我这个猫长得有点像 他有可能是他家的猫 我就准备给他看看 他让他发照片 给他比对一下 看看是不是他家的猫呢 还没来得及比对呢 大胖已经走了 各位观众朋友 不好意思了 喜欢大胖的朋友也不好意思了 大胖走了 以后你们就观众我这个大胖吧 拜拜胖胖的指睿 好了 别的不多说了 先这么说吧 拜拜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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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